回国就见到2023年的初学 一回家就遇到大厦大雪 对了厚厚的一层机 雪四五年没见过雪的我 简直太开心了 难道说我才开心得像个孩子似的 哈哈因为太久没有看到雪了嘛 所以说特别特别兴奋啊 大雪都不忘被年火 这司机也滞留 让雪拉这么多货上来 满天飞我的雪花简直太美了 对面无影密布的山上 还有一个滑雪场 也是我们四川这边 超级美的一个旅游景区 欢迎大家来玩哦 哎呦我去这路也太恐怖了吧 人走路都像滑雪似的 好奇车能开过去吗 这小狗狗真的不怕冷哦 果然这车走不了啦 用石头把冷太卡住了 怕一个不小心滑下山坡了 我是又怕冷又喜欢下雪的人 好像有点矛盾哈 看到山上满山边缘都是雪 真的是太太兴奋了 最后直接摔了一脚 一屁股就摔到雪里了 摔得跟狗吃死似的 哎呦我去这车站 还直接掉进沟里来 有限提示 下雪天还是不要开车了 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宽容 我多半会心动 雪下的刚好 提醒我抱不到 这白色的外表 是